米其林大廚安德瑞斯 2010年创办世界中央厨房 是俄乌开打之后 最早进入乌克兰 提供援助的非盈利组织之一 安德瑞斯认为 跟在地农民和工厂购买食材 制作民众需要的食物 才是帮助乌克兰的最佳解方 否则一旦当地农民 杂货店跟餐厅被遗忘 可能导致乌克兰食物经济崩溃 战争进行一百多天 乌克兰不只有 国内食物经济问题要解决 燕门 黎巴嫩等国的小麦进口 几乎一半以上都靠它 该怎么把粮食运往国际 是眼前的最大考验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 当我们承认我们 当我们承认我们 我们承认我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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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认我们 责伦斯基表示 若透过海运 可将粮食出口量 从现在的两百万吨 提高到一千万吨 但困难重重 因此目前已跟波兰 与波罗的海国家 商讨其他计划 戴新闻 六十月编译 就 seeing 上面 没有不拍 无很感觉 没问题